在带给市民方便与快捷的同时 也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被市城列治文市的市民在未来一年内 将在享受加拿大天铁县便捷的同时 还将迎来一座新的城市社区公园 一起去看看 列治文市几年前开通的加拿大天铁县 给这里的市民带来了便利生活 在今后的两年内 它还将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社区和城市公园 公园位于Hazel Bridgedale与Kamby路交界的拐角处 未来两年内也会给周边项目带来更多商机 市府也在考虑未来在Kapson路附近 增加一个新的天车站点 但是市长马保定没有给出 实现这个设想的具体时间 城市公园占地4.2英尺 是阿文地社区建设项目的一部分 预计将在2015年竣工 新唐人记者吕燕熙 温哥华报道